语诗帖记 第二章 第十二节 诵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 六个月用活药油 六个月用香料和洁净之物 满了日期 然后再次进去见阿哈徐老王 其实要讲到起刑拆刑 就一定要讲痛 其实原因是按照心理学发现 这个我曾经在哉咒也说过 就是人类是为了逃避痛而作出选择 多于是为了寻找快乐而作出选择 人类是很怕痛的 很怕被人拒绝 被人否定 更加千夫所指就跳楼了 有些人因为功课压力那种痛的已经跳楼了 你看到香港那些多低能 我只是说低能 如果你是这样而死的人所有都是低能的 因为你知不知道你自杀一定是落地狱的 低能已经讲好了你了 所以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 如果说痛是带领我们人生的方向的话 快乐只是最多是辅助 所以也是这样 所以导致这件事最挑战到我们 是不是真的有神的性格 如果说痛主是苏基鲁钉十字架 就够痛了 他在最后知道自己要死 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 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我说痛的时候 可能你真的意想不到 但我否认给你知道 你发觉就是这么可悲 原来喜迎拆言是痛 所以很多人寧愿听 不愿意参与 因为为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大旅行 你知不知道直成去到什么阶段 有些事情是迟了工作 然后再找工作去做 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种改变的痛 但你以为我没有付出 在我们家庭当中 譬如像刺恩 当然你们做的时候 我付出多于你们十倍 但刺恩去了之后 女员团回来 他差点要留班 因为根本那些功课 考试全部都掉了 但刺恩就是很努力地追回 追回所有功课 追回所有程度 而先生不用他留班 但相对现在他的智商 他的智慧 他的成绩很好 我就是告诉你 原来每一次你跟从神的时候 每一个大行动 其实本身痛 但重要的行动 是要拆你之前的成就 而有时候之前的成就 是大成就 尽管我所说 有些是半个世纪的成就 还有很多这些巴男孩来说 所以变成 其实如果有些人是逃避痛的话 他就不会参加教会当中 所有这些行动 不管是病痛 还是要消磨他的时间 甚至消磨他努力的痛 但有些人 甚至不参与到那个阶段 他怕痛到那个阶段 是什么呢 他不是怕跟从神的行动痛 他只是怕自己犯罪被人找到那种痛 有没有搞错 那些罪有应得的 当你也怕 哇 直接有人这样 已经高高在上 我说的是我们校会的基督徒 对于我们 譬如无论策略家 对于我们 他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试过有一对的全职夫妇 太太已经是惯性说大话 已经在管教她 管教她 也是发觉她惯性说大话 于是我们就叫秦玉去管教她 哇 直到他老手成劳 典型就是那些 他不跟 因为之前 凡亲我们教会有些行动 他全部都找藉口 病 不舒服 不有空 全职都瘦身 那我们可以去 但是后来 直到他发觉 他不断周围说大话 于是我们去管教他 他直到老手成劳 离开了之后 直到也不用过一个月 上了报纸 又说这间教会很糟 直到有问题 已经是这样了 所以我想让你知道 如果你是怕痛的话 你这么怕人生的痛的话 你根本就绝对不会敬拜赞美 因为sacrifice 本身就是说出痛的 所以你会看到 在圣经里面 你猜我们所说的sacrifice 献祭 你猜是一个落后的教导 其实在圣经里面 常常都用这些 去教我们 在我们人生当中 如何将我们的生活 为神而放弃 就是用祭 但是祭是会痛的 但是那只是开始 你知道吗 例如我举个例子 例如 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 现在你就明白他说了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不是活香料 而是活祭 会痛的 但问题是活祭 是放弃了什么 起形拆形 放弃了你的成就 为神愿意放弃你的生活 对吗 接着他说 他说 当作活祭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接着第二节 不要效法者的世界 只要心意根深而变法 叫你们测验何为神 尊串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你知道吗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是放弃关于熟世的生活 是的 全本圣经 全都以这两个衣归 如何为之赞美 如何为之敬拜 这里只是说赞美 这里只是说我们如何放弃熟世的生活 你知不知道 是一个效法神的生活 但是很多人为了怕痛 因为祭 他就不祭 现在是会痛的 sacrifice 是会痛的 所以他就不祭 那是在人生当中会损失那种痛 有很多人甚至怕贫穷到的阶段 他常常怕失业 他常常怕找不到工作 其实在这么多年当中我见过 凡是怕失业的人 甚至上上给教会的带领 他方向一定挑战这些人 他要辞职 他要转工 上上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他只要做两份工 因为要做两份工才养到家 回到教会 他说不行 所以神就挑战他 他辞了一份工 回到教会 然后再找一份工 神就可以在一份工里面 给足够相配的身水 但问题是 你要先放弃 但问题是 放弃的时候 又骂冤 又生 他会说 我真的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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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神要我放弃 搞得我这么难找工 这个人 他有没有赞美 他有为神放弃熟世生活 但没有转化成赞美 又奇怪 为什么没有神的参与 没有神的交换 没有神会再带领 没有神的神迹 你们石安不是说 有神的神迹 你现在明白吗 怕痛的人 有些人不是肉那种痛 流血那种痛 他是怕人生当中损失的痛 失业的痛 他怕很多很多这种 大问题 神大令石安 是不断挑战顶子们不同的这些范畴 有些人他发觉他要付出的话 他真的要辞职 有些人他发觉他要付出的话 甚至可能要留班 有些人可能发觉付出 我都回不了 有些人发觉付出的时候 会损失很多经济 不论储量会 但问题是我们在过去31年里 会让神大令 既然会让神大令 为何还要呆声 为何还要麻烟 为何在内面 任何一件事都已经一日没有偏差 由讲道至行动 还可以找到当中有瑕疵出来麻烟 你想想那些人真的是人渣 为何呢 因为神大令摩西 或者带领历世的偉人 是没有像石安那麽多教导 没有那麽多解释 没有那麽多听完 他人生当中只能默默付出 而不准埋怨 你想想这些人的信仰和那些 当时以前的偉人是差多远 在石安有那麽多解释 但仍然都于是乎 因为就是有那麽多解释 一般信仰的人都跟到石安 其实是真的 不是因为他们厉害 是因为石安厉害得很无论 我们拥有的东西 神一同在 无论 OK 以诗帖记第二章 第十二节 众女子召来 先潔淨身体十二个月 六个月用活药油 六个月用香料和 潔身之物 满了日期 然后挨自进去见 阿虾徐老黄 台湾欣лив 是天性不回 天真你光芒 尽焦能估佴 一生菁火rí厅 十二十五位 樱 dr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